各位你好 我是心齋 一年不生 蔓延放下 今天是2024年2月10日 星期六是農年年初一 祝大家農年身體健康 心情特別好 好運日日來 口味頓頓妙 最後祝你和你的家人 農年好運擋不住 農年財源滾滾離 初一祖 初二祖 初三歲到飽 從古到今 中國人都非常重視農曆新年 更有開過好頭的觀念 反之亦十分不避忌 做了些錯事導致流年不利 中國盟間有 初一祖 初二祖 初三歲到飽的說法 意思是年初一和年初二 都要早起床 到了年初三 就不用太早起床 可以睡回舊本 年初一是早起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是年初一是一年之始 若冷洋洋不起床的話 未來一年都會冷洋洋 因此一定要早起 此外年初一當日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例如祭拜祖先神明 到了初二又要出門拜年 或者有客人到訪 因此年初一和年初二都要早起床 做好準備 年初三由於大家從隨便到初二都忙了幾天 很累了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睡個飽 年初三又叫尺口 不適宜出門拜年 因此可以多睡一會 新年必食的好二頭美食 年年有魚 過年過節 餐桌上怎麼可能沒有魚呢 魚和魚的諧音 象徵年年有魚 香港人團年時只吃魚的中間部分 將魚頭和魚尾留在第二天 表達新一年有魚魚的美好奇遇 盆菜合家團圓 盆菜起源於新界的圍村 在香港的獨有菜式不同人家 將各式食材放在同一個大盤裡 圍著分享 因此盆菜象徵合家團圓 蜂衣足食發展到現在 香港人在過年時享用的盆菜食材豐富 包括豬肉、枝竹、蘿蔔 亦會加入豪豬、鮑魚等名貴材料 如意豐衣足食 盆菜的製作方法很講究 各種食材要先分開 攀煮入味 再按次序一層一層鋪在鍋裡 最後加入濃郁的醬汁慢煮後上桌 用小葉鍋一邊煮一邊吃 發菜、發財好事 廣東話的發菜和發財的諧音 好語意不言而語 不過其實發菜並不是蔬菜 而是一種種種類 香港人一般與豪豬、冬菇、豬舌頭等 和養好語頭的食材一起下鍋 攀煮新年的葉滿菜式 發財好事 吉子如意吉祥 新年要好好選擇水果 廣東話裏的吉和吉 讀音是相同 因此吉子、橙 成為備受香港人青崖的過年 水果、賀禮、飯後果 通通都看到他們的影子 另外吉子和維橙 金黃色的外表和金元寶好似 放在家裏當擺設 更添一份新春的喜氣 年糕、新年進步 想工作順利學業進步 快高、長大 過年一定要吃 象徵年年糕的年糕 有些地方比較流行咸的年糕 但香港加入黃糖以紅組為點絕的甜年糕 更受歡迎 近年有一些新式的創意年糕 會加入其他好語頭的食材 例如吉、普里茶、紅豆、黑糖等 湯圓、甜蜜、團圓 香甜可口的湯圓 以糯米製成的湯圓 口感軟糯 口味更是五花八門 例如花生、芝麻、紅豆、朱古力 再加上糖水一齊享用 滋味又甜蜜 除了味道和口感絕佳 湯圓滾滾的外形更有團圓 歡聚的美好寓意 牛角 財源廣盡 牛角看起來雖然有些 好像全年供應的餃子 但它是廣東一帶過年獨有的小食 它以糯米為外皮 鹹的包滿了豬肉或冬菇 甜的用花生或椰子等餡料 油炸之後變得非常飽滿 好似古代的元寶 新年食一粒油果 寓意新一年賺得盆滿撥滿 笑口祖笑口常開 食幾粒傳統廣東小吃笑口祖 期待新一年自己和家人生活幸福美滿 每日都開開心心 笑口祖外酥內軟 一口咬下去滿滿芝麻香氣 更有加入蓮蓉紅豆或花生碎等餡料的口味 更是香甜可口 新年行大運 香港的新年傳統習俗和禁忌 新春佳節家家戶戶慶全園 持久迎生 不論是拜年或祈福 還是參與慶祝活動 你要知道香港的傳統習俗和過年禁忌 好令新一年過得圓滿 第一,新年天新衣 新年配置紅色衣服是不少人的首選 紅當浪代表紅運當頭 記得再買條新的褲子 新春大富大貴 年二八,洗勒撻的習俗 家家戶戶都會在新年前門進行大掃除 清酒救物並添置生物 寓意去救營生 清除過去一年的厄運 凝露充滿福氣和財運的新一年 準備全盒每逢農曆新年 香港人家都會準備全盒 招待親朋好友 全盒寓意十全十美 傳統上格數多為單數 全盒放白甜和油氣 八款甜食好似糖蓮子代表年生季子 糖冬瓜象徵好意投意 很多人都會放瓜子和笑口棗 油果等榨物 寓意加肥屋潤 食團年飯 農曆新年之前一日 一家人一起食團年飯 不少香港人會食盆菜 其中法菜豪士的食材寓意發財好事 祝願新一年賺得盆滿寬滿 豆荔枝 拜年時有豆荔枝的雜族 在新蒸頭 向長輩上司或已婚的好友 講句吉祥話 利是豆來 此外傳統中 長輩會派押稅前給小朋友 押在枕頭下辟邪 予以新年見見康康 黃大仙上香祈福 搭日新年 不少香港人會去 息息源黃大仙子上香 祈求整年順順利利 很多人都會誠心 向神明奉獻新春的第一爐香 令新年有個好開始 車公彈 年初二是車公彈 這一日不妨去沙田車公廟參拜 在求籤祈福的同時 轉一下風車轉運 不少人會趁著年初三尺口 才去車公廟參拜 亦會購買風車將好運帶回家 大埔林村許願樹 新春期間大埔林村 會舉行歷史悠久的許願節 吸引一家大小 向許願樹拋窄補貼 許願祈福 寄曬衣服 年三十晚不適合曬衣服 傳統上相信會招離鬼神和騙運 年初一是不洗頭 洗衣服或掃地 年初一禁忌很多 特別是要注意不要洗頭 不要洗衣服或掃地 即是會洗走財氣 年初一避免吃肉、粥和藥 新年時吃的食物很講究 年初一的殺生 所以很多人都是吃素的 另外在古代粥是窮人食物 所以如果沒有必要的話 就不要吃粥 年初一吃藥不吉利 年初三不適合拜訪親友 年初三就叫赤口 很容易與人發生爭執 大家都不會出門拜年 以備開口是非 新精筒避免買鞋 今一年想買新鞋 千萬不可以農曆新年時買鞋 因為鞋和鞋發音相近 喊聲嘆氣不吉祥 避免黑白衣服 過年時節喜慶事 而黑白卻令人想起到白事 穿衣服應該避免黑白服飾 不適合剪頭髮 過年期間不適合剪頭髮 白髮和髮財的髮同音 剪髮是會斷財路的 避免提早拆禮事 快年收到的禮事 不要提早拆開 很多人相信在初七人一 或者正月十五 之後才拆可以聚財 不適合買書 過年期間不適合買書 因為書和書同音 可能會帶來握運 所以大家在新年期間 都避免買書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大家喜歡的話 請點贊、分享 和訂閱全部 拜拜